二百七十七 聯合晚報 新加坡 2015年7月20日報章十二晚報 《網家》我的任督而脈跟著感覺走負責群之心 薄客如果你是個武俠小說迷 就肯定知道故事中的大俠常會打通任督而脈來療傷或增進武功者為事 根據網上中醫資料 人體裡真的有任督而脈 互動百科網顯示,2012年5月,中國四十七名甘肅醫務人員參加了真氣運行學培訓班 經過九天培訓,學員們感受了真氣在任督而脈運行經過 更有四十一名學員打通了任督而脈,真有打通任督而脈這回事 這消息引起大批網友的關注 其中,有不少事質疑的聲音 甘肅省維生廳廳廳長劉維中表示,非常理解大家對於通過練習真氣運行學打通任督而脈的質疑 因為大部分人在許多武俠小說與電影的誇張氛染下,不以為打通任督而脈事件非常困難的事 其實,從中醫上講,打通任督而脈只是讓氣血更加通腸 身體更健康而異,並非什麼武功絕學 為何我忽然對這任督而脈感興趣呢? 因為不久前我翻看一本書有些意思你從來不懂 書中的前序提到了任督而脈這回事 今午無聊時在網上一探究竟,方知道果真有此脈絡 中醫經諾學中說,經諾是運行氣血,聯繫狀苦和體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 是人體功能的調控系統,任督而脈為陰陽珠經之綱領,起著主導與調節作用 於是愛天馬行空的我,便自我探索起來,我的任督而脈是否氣通無阻呢? 回顧七年前退休至今,會不會遇到久違的前同事或親友 大家都說我氣息比以前好很多 我想,將來我可以調皮地給他們這答案 可能這幾年,我的任督而脈已經打通了吧? 呵呵,獲得生活方式選擇權者回答當然是胡周的 然而,我也因此懷疑自己是否異曲同工地打通了任督而脈 會不會是我在達五十之天命及六十以順後 學會了知所能知所不能,知所欲知所不欲 如此摸清楚自己底牌後,做人便無需攀農庫防或強己所難 簡單自在地生活,氣息自然見好敗 中國著名女著家陽光的百歲感言中說 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相容 我們爭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 到最後方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退休後的我,一直在汗衛並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權 那,不正是我快樂晚年所打通的任督而脈 大家都說我氣息比以前好很多 會不會是我在達五十之天命及六十以順後 學會了知所能知所不能,知所欲知所不欲 如此摸清楚自己底牌後,做人便無需攀農庫防或強己所難 簡單自在地生活,氣息自然見好敗 父察群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